先老师介绍一下这个PickPick 实际上PickPick我最常用的 并不是在做这个所谓的剪报的部分 而是在抓荧幕上的画面 比如说您剪报里面一定会 您的教材里面一定难免会有 要抓画面的地方对不对 那一般来说 老师可能刚开始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键盘上的Print Screen 那您用这个也没关系 但是您要会搭配快速键 因为如果说您只会用这个 您如果按下Print Screen 它是全萤幕刷下 那很有可能老师您就必须怎么样 进到您的握里面再重新把那个 你要的方式都要裁切过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抓完了把它贴进来 你就可能要点到它是在做裁切 那您可以搭配这个 比如说您看我要抓这个画面 再把它缩小一下 假设我只要抓到这个视窗 我可以搭配Alt Alt按个加Print Screen 这时候只有抓这个视窗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删掉 我这个红军贴上 也没有只抓这个视窗 这是你完全不用任何软体的时候 老师可以搭配的 那今天我们最常用的趋势反而不是这个 因为我常常要抓的是只有7部的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只算抓中间这一块 或者我们回到这个Yahoo的首页 或者是这边 我只要抓中间这个内容 那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PickPick把它执行起来 这个也不用安装 你就多多两下就好了 它的功能也不少 我们刚刚有看过那个尺规的功能 对不对 你点到它不管点左肩或右肩都可以 有没有一个萤幕截取 我们最常用的应该是就是 所谓的曲型区域 就是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变十字 所以你就到你从你掉的地方点一下放开 移动或者你用PoE也可以 按一下 结束按一下 然后抓起来了 好这样就抓起来了 那么你可以针对这边 我再去抓其他的 我们用Windows内建的这个呢 你看比如说我点进去 我可能再抓其他的 好 我们再抓曲型区域 好 你也可以用PoE也可以哦 这样PoE也可以 对吧 那是不是就好了 那我只要把它复制 这个时候我拿到我们的Word里面 来把它贴上 是不是就OK了 这是第一个 那它有一个很大好处 我们Windows这个PlaneScreen 它很爱见 永远只记得最后一个 所以我刚刚的 你看人家还在 这次可以拿出来再用 那么如果你在上面 有时候我们在Word里面 你是不是会做一些注解吗 它有一些简单的什么 影像处理工具 有没有发现这个好像 会有点这个 叫绘图工具吗 所以一样的哦 所以你也可以 诶箭头 拉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 你可以自己拉 那么如果你确定好了 我只要把它复制 拿到我们Word里面来 贴上就做好了 你不用在里面再来对 这个还蛮简单的 那么你要打字也可以 在这边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做 直接做 那么 你点到它还可以继续编辑哦 你看到点到它 有没有万一做的不对 你可以再调一下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有一些特效这里 比如说像我要加一点外框 好 然后假设我要加一点外框 那我就按确定 好了 这样我的框就做好了 我现在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到这边把它切上 那个框就过来了 好 就一起过来 所以还蛮方便的 还蛮方便的 当然面可以直接从这边直接挫存 也可以把它存下 固定所以一定要放在剪贴布里面 那么像这边呢 就还蛮简单的 你可以找到一些形状来用 那颜色呢 一样 还有线条的粗细啦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剪到 等一下还原一下 剪到这里 再还原 剪到这里粗细 由这边决定 你要不要填满 现在觉得都跟Office很像 都一样的 好 那这样应该大家 对这个抓的部分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另外有一个 可能大家会需要的就是 我们的网页 有时候怎么样 很长呢 对不对 你如果要把网页完整抓下怎么办 这就要算好几次抓 我们不用那么麻烦哦 呃 不过他对于这个 发放 那个火 呃 Google连软器好像不太支援哦 那我现在先用 我现在先 A1的哦 您看一下 他把这个网页抓下 您在这里 这个地方 屏幕截取 有没有叫做卷动视窗 哎 你把它捡一下 那他就问你们要抓的是哪一个区块 我们要抓下面 然后按一下 他就开始自己卷动了 有没有 这样我完整的网页就可以抓下 好 抓完了 你看我把这个显示比例 我们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缩小缩小 现在有没有看到完整的网页 哦 所以这样子也很方便 有时候如果说老师要抓的是比较完整的 就这样就可以抓下 好 所以我想这个pickpick呢 他主要我 会用到这里 那你关闭的时候 他问你这些要不要存档 老师问你不要 你就全部都会损 就OK了 哎 这样就很简单 所以在这边 跟老师稍微简单分享一下 你用pickpick呢 其实在我们做教材的时候 实际上还蛮方便的哦 你就不用在那边卸来卸去的